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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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因為3C產品用的比較兇一點 所以大家就變所有的東西都是滑過去就沒有了 那其實為了方便你是可以用3C產品來享受主的話 來享受詩歌 但是為著你長遠的記憶你還是需要有白紙黑字的聖經詩歌 這一件事是我們應該來注意的就是說當一切更方便的時候 只有手機變智慧人沒有變智慧 就是說手機是變智慧手機 並沒有因為你用智慧手機 你的這個人變智慧 你以前寄電話號碼的能力跟今天比起來 你是以前厲害還是現在厲害啊 你真的是要祈禱你的手機不要當機啊 你只要一當機所有幾年的機序全部歸於你啊 對不對啊 所以其他兄弟你應該面對這一個3C產品 你要來用它而不要被它用 好不好 我實在覺得我們是在主的恢復裡面 主的恢復叫做一座寶山 叫做一座礦山 那現在就是你來寶山永遠空手而回 空空的來又空空的走啊 這個是可惜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開始來注意這一件事 就是善用你手中的手機跟平板 你要說手機跟平板不是給你追劇的啊 追完以後你吃多少葉黃素都沒有用啊 點多少點藥水都沒有用啊 對不對 去了就是去了 這兩天有沒有新聞報導啊 你這個週間上班睡眠不足 或者說因為去享受很多東西睡點不足 週六週日補眠有沒有用啊 有 反正越補死的越壞 這個男生早死13年 女生早死8年 親愛朋友準備 用神藉著人所創造的東西好不好 我自己三年前開始滑這個平板的時候 我發現 哎呀 已過四十幾年 我在主面前的追求 我可以開始做紀錄啦 我不敢說我有什麼發明 我有什麼發現 但是我可以開始做紀錄了 您看 剛剛 你 唱的327首 下面這幾句話 你覺得好不好 327首 下面這幾句話 我們一樣 弟兄讀一個句點 姊妹讀一個句點 好不好 327首 下面這個賞息 來 弟兄們先讀 這就是你 川普尼師 前 對 師父 黃 天神的生活 工作 完全與他所傳的真理理智 與弟兄一起 會跟祂說的事 祂施行 祂所傳薦 了 � 你覺得這一段話好不好啊 這一段話就是一個研究員來訪問李弟兄的同工們 譬如說訪問光宏弟兄 林宏弟兄 然後也到美國直視站訪問余潔玲 林存志姊妹 還有這個李師母 那訪問以後他就對這一位李弟兄就著余潔玲弟兄 講起李弟兄最寶貝的一句話就是他實行他所傳講的 就是余潔玲對李弟兄就有一個很好的結論就是說 他觀察這一位長者他一生就是實行他所傳講的 然後當這一些人包括林秀華姊妹訪問李師母的時候 李師母就說我的先生是一個不平凡的平凡人 他就是生活規律嚴謹 做事專心態度認真 然後張負誠地翁說李長壽地翁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您看喔 你在這一本書裡面讀到這一些話 你假如用你的手機或你的平板把它記錄下來 你覺得這個對你長遠的使用來說 是不是非常有益處啊 因為我們已經被3C破壞了 你知道嗎 現在你的記住東西的能力啊 開始在退化了 我是一個做教育的人 我看著我們的孩子啊 我現在已經發現 建宗北域尼啊 跟後面志願的孩子 程度差不多了 因為他那個特點就是 一進來就是一直滑手機 趁你沒注意就是滑手機 讀書就是滑手機 我說他就把他的那個專注度啊 破壞掉了 也把他的記憶力破壞掉了 那我是有一點這樣一個感覺 就是說 姜姊妹 你每一天你都在讀很多寶貝的畫 那你讀了這些畫 你應該把這些寶貝的畫 不只在那裡畫線畫重點 你應該把這些寶貝的畫 能夠寄到你的手機的Google文件檔裡面 你應該把它留下來了 有一天你對你的小羊 要講一句話的時候 你可以找得出來啊 像周一早上 姓名弟兄跟我講 我這周三需要來看你們 然後我到中午就可以找到 這兩段話 我就能夠傳給姓名弟兄了 所以弟兄姊妹 若是我們在座 這麼多你們都是非常有心的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我們在地上只有一生 你要問 我這一生 留在地上 在地上 我要留下什麼 就有一句話 一直提醒我 應該達到一個地步 叫做無可指責 沒有瑕疵 我們活在地上 不是只用我們的話 要去征服人 到後來 是人看我們所行的 所以若是有一天 我們能達到無可指責 達到沒有瑕疵 我們福音的活出 是自然的一個 第二 你身在主的灰部裡面 不要被世界污染 這個世界的人 現在開始不太讀書了 不太讀書了 就是你面對書 不太有胃口了 就是翻一下就蓋住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注意這一件事 在主的灰部裡面 你要有豐富生命的經歷 第二 你應該在主的灰部裡面 真理上要逐日精進 你在真理上 要今天比昨天更精進啊 對不對 你經過今天的誠心 你裡面應該對這兩節聖經 亮起來的 我們乃是與聖徒同國之民 哇 你讀這一處 你要亮起來說 喔 我造會就是國度 對不對 你要亮起來啦 羅馬書十四章十七節 你要亮起來啦 神的國 不在於如此而 乃在於公義和平 對 談到 這五位生活的這一段 保羅用的詞 叫做 神的國 所以你對這一些 應該精進啊 至少你到今天 應該用這兩節聖經 來印證這一週的 誠心聖經 好不好 這是第二個 我覺得 弟兄姊妹 你應該注意第二件事 就是 真理上 要精進 手機 不是拿來滑的 手機 是拿來 寄東西的 好不好 把你 從 前面弟兄妹 得的亮光 把它 寄下來 譬如說 這兩個賞息 你覺得不錯 你就找 清明弟兄說 轉給我 讓你把它留下來啊 以它做一個開始 你就 往上 延伸 329 330 你就 一手一手 慢慢 就能夠賞息出來了 第三 我覺得在主的恢復裡面 你一定要注意這一件事 就是 無論你有多少得著 所有的得著 都是 為著 身體的 所以 你應該在主的恢復裡面 成為一個 與人 有益 的人 你能懂我的意思嗎 應該我們在主的恢復裡面 越過 你身邊 跟你一同來追求主的人 越來越多 所以我今天 跟清明弟兄吃飯的時候 他說 他有一個讀經小組 然後 我跟靖文在一起的時候 他說 慈大 慈濟大 小朋友們 都 很多都在那裡 追求真理 然後我來 聽 武帝翁在影書上 說 哇 三位所已經 增為五個區了 我們不是在 業績競賽 我們是 再 有一個負擔 把 生命 和真理 能夠 傳染給 我們關心的人 好不好 所以我想 我加這一點話 就是 弟兄姊妹 山西 可以成為 你 見 主耶穌的 駱駝 你要騎著駱駝見 你上 好不好 不要被駱駝騎 好不好 現在 但願 所有的山西產品 都成為我們的益助 早上 出門之前 翻一首詩歌 夜影尚存 晨光未現 重新 來到 恩主面前 你用念的也可以 你用唱的也可以 反正是你的聲音 是你一天聽起來 百聽不厭的 對不對 我們博客裡有一個 博士生啊 他就每天上學 他就 錄一張 心臟書 每天 每週 每週錄一張 他週一就錄 一張 然後每天坐公車的時候 就放著聽 然後 今天就背 午節 明天就背午節 我上次去 他跟我說 陳一兄 心臟書 二十張 都背了 那就很簡單一個秘訣 就是 聽啊 聽 每天就午節 每天就午節 現在就準備 但願 我們都能夠 用山西產品 那如果是慢慢 你也養成一個習慣 來聚會 不只帶手機 來聚會 也帶 聖經詩歌 然後 成心聖眼當然要帶 但是 成心聖眼看見的光 應該 注到 你的詩歌 跟聖經裡面 因為成心聖眼會不見啊 對不對 你的聖經詩歌 不會不見啊 所以你就應該開始 在你的手中 聚會有一本聖經 回家有一本聖經 那一直把你的豐富 注記進去 你會發現 你在主的恢復 是何等的豐富 阿們 每一個 在主會屋中 要留下三樣東西 一 豐富的生命經歷 第二 豐富的生命經歷 你就是要 成為 這個 無可指責 與人有益 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 千老一人 第二 真理方面 逐日盡慶 特別在手機的使用上 這個叫 像摩西拿對 改帳的方向 對 正著拿 還是他的帳 倒著拿 是一條繩 就被手機所咬了 咬了 可能塗葉黃素 摸眼睛 或者是 吃一些 苦光的藥 阿們 第三個 我們要 對著神 與人有益 阿們 那 我們這次就成為 神家裡的親人 聖徒同國之民 這個是 優秀的國民 阿們 這個是 能夠在家中的 這個 說是 單重的 或者是 安德論的 這個家人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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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我們的聚會 實在是 非常享受 非常豐富 有一點報告 寶貝 弟兄這樣的交通 你知道嗎 但是 剛剛 弟兄說 要不要分享一下 弟兄今天晚上的交通 我覺得相當寶貝 而且 他講的話 我回家後 我會好好的重新思考 因為他講的這些 很多剛好跟我的實習 有一點不太一樣 例如說 不是說怎麼樣 他說那一天 就是 享受五首詩歌 那我是 常常五天 才享受一首 但是 我們的弟兄 他是走 夠長的路 所以 這個值得我 要緩顧思考 天人說 愛你